,補充靠近高度是否生亡有空的後果, 會不會重新進化, 會不會像是無所謂的。 通常我三個嬰兒, 雙手的手很彈, 可以否則會放在雙手上, 會不會放在雙手上, 所以, 我們要放在雙手上, 這樣去推 兩個大帽子推 而上面食指中指 就是納著筋膜 推推推 而中間這一項不推是脊骨 脊骨是一層皮和筋膜 如是者我會做八次至九次 這樣推推推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如貴的公仔 我們都會看到 我們以前是大風肺的心都隔 肝膽、脾胃、三招、腎 就是說肝膽、脾胃、三招和腎 穴位全部都在這陣子 我現在這樣列入角色 就是說已經調理了 平衡了他的運作 為什麼我說平衡呢 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過強 例如有些嬰兒 脾胃很強 即是吃很多的 但腸很弱 即是吃很多又磨的 結果我怎麼可以 壓低脾胃的火 又可以補腸呢 我這樣列入的角色當中 你身體就會有一個 循環去到腦 而令到我們整個分泌平衡 和整個狀腹平衡 之餘呢 那嬰兒其實都是滾來滾去 他未懂得走未懂得坐 即是Newborn 變成他滾來滾去 有時候他卷了蝦味 一睡就睡一晚 很多時候 那些筋膜人帶會夾住 甚至內臟會夾住 他很細的而已 他的胃很細 他的心臟很細 所有內臟都是很微型 那麼他夾住了壓住了胃 黏住了一些胃壁 那他變成你吃的東西是吐奶 有些吐人來的 有些媽媽說 我女兒吐人 你吃什麼是噴著噴出來的 那其實是他夾住了窄了 那麼我們這樣捏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刺激到那些月位 那月位就會平衡回經絡 而Riffus是去到Orgust去進行平衡 即過強就這麼低 即那個內臟太過強就這麼低 太過弱就提升回Energy 平衡了 那便會成長得健康